请问打坐的时候感觉脚麻 没有知觉需要管它吗 这个在打坐教材里面 我是把它讲清楚了 是把它讲清楚了 那么麻刚开始麻它是正常的 如果你感觉到不影响你打坐的情况之下 没有知觉你可以继续做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过度的做 特别是很多练双盘的 想练单盘双盘 一定不要过度 千万不要把你的韧带和膝盖伤了 好不好 说实在话 老头我现在的打坐 我根本不需要盘 知不知道 这是一个形式 刚开始双盘的话 双盘从养生的角度来讲 它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你们自己会感觉 如果你真的练成双盘了 每天只要坚持盘一次 别的不敢说 感冒你肯定是没有的 就算以前经常动不动感冒 最少也会减少你一半 这个我是敢肯定的跟大家讲的 记住不要过度 如果说你感觉麻的话 能够紧盘 能够再盘紧盘一会儿 没事 好不好 尽量的不要去感觉它 慢慢通了就好了 你越麻 你越在意它就越紧张 越紧张气血越不通 麻和木 我说了吗 它是气血不通的双向表现 知道吧 当气血它能够通的时候 它自然就不麻 自然也不木了 自然也不木了